我叫何琛,当毕业,就和女朋友徐子钦进了同一家投资公司实习,只是徐子钦不知道的是,万胜投资是我爸众多资产下的一家子公司,就连万胜这名字都是我取得,那年我读高三,吃饭的间隙,我爸突然问我,小琛,你觉得做投资什么最重要? 我啃着鸡腿,随口敷衍他,做投资嘛,当然是赚钱最重要,你新公司,不如就叫万胜,无论发生什么事,最后都是你胜利,我爸觉得有道理,赏了我二十万零花钱后,就让秘书注册了万胜投资公司的商标。 没想到,我跟这家公司还挺有缘分,刚毕业就来万胜做实习生,进入公司的第一天,我就发现一个奇怪现象,部门同事们外表看上去光鲜亮丽,但办公室内却哈欠连天,有几名年轻同事居然还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在工作。 看到他们精神违迷的样子,我总觉得有种步入地狱的错觉,我们投资部经理名叫吕晨,是一个三十来岁就大度便便的油腻男人,他西装革履,竖着赠名瓦亮的油头,迅气化来中气十足,毫无人性,我不知道你们走了什么,狗屎运能够进入万胜? 但是不要认为进了万胜就一定能够留下,接下来的一个月是你们的实习期,也是公司考察你们是不是废物的阶段,万胜从不养闲人,从现在开始把你们的斗志都给我激发出来。 在咱们公司,女人当男人使,男人当畜生用,都听明白了吗? 吕晨气势咄咄逼人,加上嗓门又高,他这一声断鹤,吓得我们同期进来的几个胆小的姑娘,一个哆嗦,几名自带狗腿子天性的人,赶忙跟着表忠心,听明白了。 呵,搞什么,狼性文化嘛,刚来就给我们扑问,最主要的是,居然还有人回应,觉得这是很正常,真是一群疯子。 我认为这种工作方式很不正常,也就没有跟着应答,没想到吕晨居然大不留心走到我跟前,怒目盯着我质问,你怎么不说话? 说什么,老子不认同你的观点也不行,他见我不说话,就伸手拿起我公牌看了一眼,眼神中带着几分蔑视,合称,很好,我记住你了。 其他人也都像是看傻子一样盯着我,徐子清就站在我旁边,我用眼角余光,看到他脸上带着几分焦急。 趁着培训的空档,徐子清赶忙给我发信息,合称,你怎么还这么不懂事,这里不是学校。 你在这么任性,迟早会吃大亏的,我觉得好笑,随口回他,能吃什么大亏,我又没说什么。 你不懂,职场上面处处险恶。 徐子清资历行间都带着一丝训斥的口吻,我还打听到,咱们顶头上司吕晨的父亲是万胜的总裁,你得罪了他,肯定没好果子吃。 我只是在吕晨训话的时候没回答他,公司内就开始有人传言说我年轻不懂事,刚进公司得罪了领导,培训结束后,我和徐子清都被分配到了投资部,在吕晨手下工作。 上班的第一天,我的顶头上司吕晨就抱着一大堆文件丢给我,新来的。 他语气趾高气扬,像是高高在上的土皇帝,对我发号施令,你刚来什么都不懂,先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。 把这些资料全部统计出来,记得完成工作后再下班。 我望着办公桌上堆成小山丘的文件,快速翻阅了一下,全是统计数据之类的琐碎东西,让我临下班前整理出来,这不是明摆着在整我吗? 刚进入公司,我就遭到领导报复,我咬咬牙忍了,很快进入工作状态。 这种琐碎的统计表格的工作,我大一实习的时候就经常干,不差多干这一次,临近下班,徐子清见我还没忙完,就好心地过来帮我。 他一边埋头整理资料,一边摆出长者姿态,对我尊尊教诲,和称,现在咱们毕业了,要学会成熟起来。 你得罪了吕晨,现在她开始报复你了吧? 我反驳徐子清道,我没得罪她,是这家伙小肚鸡肠。 你怎么还像的孩子? 徐子清有些生气,咬牙帮我整理完文件,就直接对我发号施令,我听说按照公司惯例,有新人入职公司,就会举办迎新会,等会你找机会向吕晨敬杯酒, 陪个不是,听见了吗? 向他敬酒,这小子也配。 可是我不答应,免不了又要被徐子清一顿数落,就只能含糊其词地回他,好吧,等到了酒桌上再说。 他怕,吕晨从办公室走出来,拍了拍巴掌,今天公司举办迎新会,忙完手头工作地一起去,没忙完地留下继续加班。 吕晨说这话时,还故意朝我这边瞄了一眼,显然在他的认知中,交给我那么多工作,今天我是不可能完成的,我无视掉吕晨挑衅的目光,倒是觉得徐子清消息还真是灵通,公司果然要举办迎新会。 不过吕晨这小子,中午丢给我那么多文件,这不是明显不想让我参加迎新会吗? 公司内正在忙碌的其他同事们停掉手头工作,纷纷起身向外走,而若不是徐子清来帮我,我根本完不成这么多工作,自己明显被针对了。 吕晨鼻孔朝天,迈着嚣张步伐走到我面前,冷嘲热讽道,靠女人才能完成工作,你吃软饭的吗? 真是废物。 这小子居然敢骂我是废物,我哪能咽下这口气,起身就要揍他,徐子清见我要动手,紧张地赶紧死死地按住我肩膀,用眼神告诉我,小不忍则乱大谋。 呵。 吕晨冷笑一声,转身招呼同事们离开。 何臣你怎么回事,咱们是出来工作的,不是耍小性子的。 徐子清冲着我发脾气,万胜投资可是咱们国内数一数二的投资公司,别人想尽还进不来呢。 你别因为耍小性子就毁了自己前程。 可是那家伙骂我。 我恨得牙痒痒,徐子清发火道,他骂你两句又怎么了? 身为公司领导,他当然有教训手下的权利。 呵呵,我忍不住在心中冷笑,没想到刚来公司,徐子清整个人都变了。 在学校的时候,他高高在上,被众多追求者称为冷傲女神。 可是刚进入职场,徐子清那骨子高冷饭就瞬间烟消云散,变成了领导面前的温顺小猫,让我觉得恶心。 我和徐子清的恋爱并不被我爸妈看好,不过我都习惯了,因为我谈的每一段恋情都不被他们接受。 临近毕业实习的时候,我爸还特意劝我去他公司实习。 小琛,你来爸爸公司帮忙,总好过去其他公司。 去你公司? 连吃饭你都要管我,我才不去。 我倔强地一口回绝他,我要陪徐子清去实习,在外面磨练,总好过在家里。 我妈见我不答应,就好言劝我,小琛,你不要任性,听你爸的安排。 现在职场上内卷严重,公司对待新人特别严苛,没有家人照顾你,肯定会被欺负。 我反驳道,那我更要陪着徐子清去实习了,要不然他被同事或者领导欺负了怎么办? 我爸妈扭不过我,只好默许,在我毕业后,我爸还放出狠话,别看他现在说得信誓旦旦,我敢保证小琛在新公司过不了实习期,就会主动提出辞职。 瞧不起谁呢? 像我这种在家族公司磨砺过的人怎么可能会在新公司过不了实习期? 我爸的话激起了我的斗志,我一定要干出个人样来让他悄悄,谁知道我刚来万圣投资,就被我爸说中了。 晚上,按照公司规定,要举办迎新会,我和徐子清搭车来到旅程挑选的中档餐厅,同事们已经陆续赶到,待众人落座后,旅程安排同事们都倒满酒,他端起酒杯,打着关枪开始训话,这次有新同事加入,让我很不高兴。 听到这话,众人齐刷刷地将目光全部都投向了我,这么整齐怀疑地针对我吗?老子不接受吕臣的扑也也有错,徐子清更是紧张地手心都出了汗,他不断地催促我道,和琛,等下你一定要向吕经理敬酒陪不试,要不然以后有你受气的。 我又没错,为什么要向他敬酒陪不试? 我根本不答应,明明是吕臣故意找茬,错的居然是我,真是太可笑了,待吕臣训完话,徐子清见说不动我,就直接站起身,举着酒杯,代替我向吕臣道歉。 吕经理,我是和琛女朋友,我替她向您道歉,她刚刚步入社会,进入职场不懂规矩,希望您见谅。 徐子清端着满满一小杯酒,直接一饮而尽,这可是五十度的烈酒,不胜酒力的人喝一口就会烂醉如泥,好在徐子清家里是开酒厂的,要比一般女生能喝。 即便是这样,我也没想到徐子清会主动站起来替我道歉,反倒是把我搞得有些猛,同事们也全都看懵了,我甚至觉得,在他们眼中,我此刻就是个吃软饭的窝囊肺,只有吕臣脸上挂着一副饶有兴致的表情,她对徐子清竖起大拇指,称赞道,好酒量,这正是我们公司需要的狼性人才。 一个月后我让你第一个转正,一个月后转正,这话对徐子清很是受用,没想到一杯酒就保住了工作,她放下酒杯就赶紧催促我,合成你还愣着干嘛,赶紧向经理道歉。 我极不情愿地端起酒杯,还不等说话,吕臣就率先开口道,刚才徐子清那一杯酒是她为自己喝的,你如果想要转正,就和在座各位美人喝一杯。 美人喝一杯,我们部门有三十多人,像这种一杯装的下二两的杯子,我连着喝三十杯,那就是六斤白酒,这不是要我命吗? 吕臣分明就是在故意刁难我,美人喝一杯,我看你这就是故意针对我。 我怒声回对她,我是来工作的,不是陪你喝酒的,公司规定员工没有陪酒的义务。 吕臣拍案而起,振战的杯子碗碟哗啦啦作响,她站起来指着我鼻子吼道,你居然还敢拿公司规定来压我? 你知不知道我是你上司? 在咱们部门,我吕臣说了算,真把自己当土皇帝了,不就是依仗着自己老爹是公司总裁,你吕臣不好惹,我和琛也不是省油的灯,看到吕臣发火,以及我的任性,许子亲戚的跺脚,和琛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? 吕经理是我们领导,你居然跟领导发火,你还想不想转正了? 转正,呵呵,像这种领导老子不稀罕伺候,我拉着许子亲转身就走,来到餐厅外面,许子亲气得咬牙切齿,冲着我吼起来,和琛你让我太失望了,我早就跟你说过,我爸妈希望我的男朋友有一个体面的工作,为人做事成熟稳重。 我不要求你八面玲珑,但至少要稳重大气,现在我们都进入了万圣实习,这是多好的机会,像这种大公司,别人想进来还进不来呢? 你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珍惜,吕经理只是让你喝酒而已,又不会要了你的命,你急什么? 以后你在公司还怎么待?我看你现在连转正的机会都没了。 我简直被许子亲的逻辑笑到了,喝六斤烈度白酒,这和要了我的命又有什么区别,我极力地辩驳它,这也能怪我。 刚才你也看到了,是吕晨逼着让我喝酒,而且我们部门三十多个人,每人喝一杯,岂不是要把我喝死? 很明显就是吕晨在故意针对我,难道你看不出来? 许子亲笑容中带着浓浓的嘲讽,那又怎么样? 他又没说一定要让你给美人都喝一杯,合称你太幼稚了,就像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。 我简直被许子亲气乐了,我像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。 难不成迎合吕晨的狼性文化,就是成熟。 你也太天真了,他就没把我们当人看。 合称你根本不懂什么是职场,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事件。 许子亲一把推开我抓着他的手,恶狠狠地瞪着我,要走你自己走, 今天是迎新会,我不想因为你的事得罪领导。 许子亲言语冰冷,硬生生把我推开,我们在一起两年,让我第一次对他产生了疏离感。 他说完,转身就回了餐厅,继续陪同事们吃饭,我愣在原地,进退两难。 再怎么说,许子亲也是我女朋友,现在他进去陪同事们吃饭,我到底进不进去? 现在我看到吕陈大张脸,就觉得恶心,犹豫在三下,我还是选择等在外面,一直到聚会结束, 我才拖着不省人事的许子亲,搭车回家,他身上满是酒气,喝得烂醉如泥, 嘴里还在含糊不清地指责我,合称你太让我失望了。 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不成熟,向领导道个歉怎么了,哪怕不是你的错,又能怎么样, 你又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,我把他放在床上,脱了鞋,用热毛巾给他擦了脸合手, 倒了一杯水后,放在床头柜上,就默默地回了自己房间。 毕业后,许子亲就像是变了一个人,在他眼中所谓的成熟,就是对领导的阿谀奉承。 第二天早上,我买了早餐,许子亲没什么胃口,冷着脸换好衣服,直接搭车回了公司, 连看都没看我一眼,我坐车来到公司,刚进门就见旅程安排秘书,又给我送了一大堆文件。 他盛气凌人地站在我面前,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, 合称,昨天那些工作是许子亲帮你完成的吧,今天谁都别想帮你, 你要学会自己独立完成工作。 我转目看了眼其他同事,他们全都低着头,在忙自己的事, 像是完全没看到旅程在刁难我一样,许子亲也没搭理我, 我很清楚,现在许子亲对我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, 合称,昨天你还想用公司制度要挟我,你胆量可是真够肥的。 旅程笑容阴冷,指了指门外,我现在命令你,下楼给每一位同事都买一杯咖啡。 旅程这招真的阴险毒辣,他自己欺负我还不够, 居然还想着拉拳部门同事一起下水,对不起,公司没有这项规定。 我不卑不亢,语气坚定,果断拒绝吕晨,呵呵。 吕晨得意狂笑,他眼神中带着蔑视的神色。 合称,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开了, 在你的实习报告上面写上你不服从管束, 顶撞上似这句话。 旅程真是疯了,这已经不是故意刁难我, 而是赤裸裸地威胁,明目张胆地欺负。 我气得双拳紧握,怒目盯着旅程,想要把他按在地上。 打成猪头,为了刺激我,旅程还故意提起徐子钦, 何称,同样是一个学校出来的,徐子钦就比你听话多了, 他还是你女朋友对吧? 昨天徐子钦表现不错,喝了两瓶白酒。 年轻人就要学会当狗,领导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 这是对你的一种磨练,懂不懂啊,白痴。 公司同事们全都低着头不说话,一个个表情木讷, 像是早就对旅程的冷嘲热讽,细以为常。 可是我忍不了,我想要把他按在地上暴走一顿。 不行,绝对不行,我最终还是忍住了。 实习前,我就跟我爸妈保证过, 我一定会完美度过实习期,所以我坚决不能发火, 不过我又想给我爸打电话, 让他瞧瞧万胜投资成了什么样子。 在旅程的管理下,整个公司都变得乌烟瘴气, 员工变成了冷冰冰的工作机器。 更可气的是,旅程居然明目张胆地在公司内辱骂公司员工。 以前我爸还总是在公司内部提出人性化管理的概念, 现在想想,真是讽刺。 对不起,吕经理,你当然有指使我去买咖啡的权利, 只可惜我没有配合你的义务。 听到我的拒绝,吕尘器的火冒三丈, 我根本懒得搭理他,放下背包, 静止坐下开始工作,不就是故意刁难我, 想让我多加班吗? 老子就先忍你一个月。 吕尘器的一脚,踢翻我旁边的垃圾桶, 碎纸屑洒了一地,呵呵,就只是踢翻垃圾桶啊, 有能耐你动我一根手指试试。 托吕尘的福,整个上午我都忙得晕头转向, 这个该死的家伙,居然给我安排这么多工作, 老子连吃饭时间都是挤出来的,合称。 餐厅内,徐子钦坐在我对面, 用一种陌生的口吻指责我道, 看来我给你说的话,你一点都没听进去。 什么话? 你没看出来是吕尘在故意刁难我? 我皱眉盯着徐子钦, 觉得这姑娘脑子彻底被洗脑了。 难不成你看不出来咱们的工作氛围很畸形吗? 徐子钦对我冷嘲热讽道, 刁难你又怎么了? 能够来万圣这种大公司, 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 现在,你只要去给吕经理道个歉, 就能留下来继续工作。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, 你怎么就死脑筋转不开这个玩儿? 我死脑筋,呵呵, 真是可笑, 徐子钦。 我咬牙道, 这只不过是一个工作而已, 难道对你就这么重要? 连尊严都可以不要了吗? 徐子钦击笑道, 尊严值几个钱? 你知不知道, 万圣投资背后是国际性大公司, 咱们现在的实习机会, 是多少人挤破脑袋想要进来的? 别说尊严, 就外面那些人, 如果告诉他们可以进入万圣投资工作, 他们连底线都不要了你信不信? 为了一个被领导扑外的工作, 连底线都没了, 那这样的公司不就是人间炼鱼吗? 我现在终于明白, 为什么整个公司内都充斥着压抑的气氛, 所有人都像是没有感情的机器, 只顾得埋头做自己手头上的工作, 甚至连同事被领导欺负后, 最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归根结底, 是他们怕失去这个表面上光鲜亮丽的工作, 何称, 这是我最后一次劝你, 想要留在万圣投资, 就去跟吕臣道歉, 像是供着皇上一样供着他, 吕臣一定会给你转正机会的, 真是太可笑了, 我没想到这样的话, 居然会从曾经的冷傲女神徐子清口中说出来, 何称, 去跟吕臣道歉吧, 留在万圣投资, 这是一个光鲜而又体面的工作, 我爸妈一定会满意的, 就算是为了咱们的未来, 你现在低低头又能怎么样? 为了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, 就要委屈求全, 做一个任人欺负的狗, 世界上那么多大公司, 难不成离开万圣投资就没有出路了吗? 徐子清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 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机器, 还有, 我们的爱情就不能抛去父母的说三道四, 变得纯粹一点, 毕业前, 我还信誓旦旦地向我爸妈保证, 徐子清支书打理, 与别的女孩子不一样, 她不阿谀奉承, 不攀附喉门, 没想到现实却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, 徐子清盯着我, 笑容变得越发自信, 何称, 你也知道, 我家虽然在四县城市, 但家里是开酒厂的, 一年营业额也有几千万, 几千万你知道吗? 纯利润在三四百万, 我们家在当地也算得上是富裕家庭, 只要你愿意, 我们在大公司度完金, 等个十几年回去, 就能接手我爸妈公司, 可是, 你再看看现在的你, 哪有一点男人应有的样子? 你这样我爸妈以后, 哪还敢把酒厂交给我打理, 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。 我可算是听明白了, 徐子清拿我当工具人, 和我在一起, 就是为了让他回去, 接手他爸妈的公司, 那我算什么, 就像吕晨说的一样, 我是个软饭男嘛, 我谢谢你, 您可真瞧得起我, 徐子清握住我的手, 继续劝我, 和琛, 听我的, 你去找吕晨道歉, 我们一起留在万圣度金, 然后回去接手我爸妈公司, 我没有表态。 继继继续低头吃饭, 下午, 我忙到五点半, 仍有一大堆文件没有录入电脑, 吕晨站在办公室门口, 趾高气扬地扯着嗓子, 冲着办公区所有同事喊道, 没做完工作的, 全部留下来加班, 什么时候干完了, 什么时候走。 办公室内, 所有同事都沉默不语, 吕晨心满意足点点头, 拿起电话, 肥瘦的脸上洋溢起淫荡的笑容, 宝贝, 你放心, 我这就过去找你, 今晚让你好好爽爽。 什么? 加班, 我是领导, 加什么班, 让那些白痴加班去吧, 累死他们, 这群窝囊废。 听听, 这是一个正常领导该说的话吗, 现在是下午五点半, 旅程按时下班。 其他同事们全都在挑灯夜站, 不眠不休, 像个没得感情的机器, 我忙到晚上八点, 手头上还有几份文件没做完, 就用手机拍了照, 拿回家继续做统计表格, 不为别的, 我就想证明老子不吃软饭。 在路上吃过饭后, 我回到家忙到夜里十点, 才终于做完所有工作, 终于做完了。 我起身伸了个懒腰, 骨骼发出咔咔的声响, 徐子清还没回来, 可能在公司加班, 我给他发信息, 他没回我, 真是个工作狂。 下班的时候, 我就让徐子清跟我回家, 他头也不抬的, 对我摆摆手。 让我别去烦他, 第二天早上, 徐子清没在家, 桌上留了一张纸条, 我们都冷静一下吧。 这是什么意思? 跟我冷战吗? 你徐子清是个工作狂, 我不拦着, 但我也没闲着, 难不成我们的感情, 还能被吕晨这个外人影响,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, 中午回到公司, 我刚坐下旅程盛气凌人地找到我, 谁让你把公司文件派完照后带回家的, 不知道公司有规定吗? 呵, 反江义军, 在这等着我呢, 我丝毫不嫌胆怯, 怒声会对他, 公司规定, 绝密文件不可以带回家, 这些只是普通文件, 所以我不存在泄密行为, 谢谢。 你, 吕晨被我噎得没话说, 气得肥脸通红, 招手让秘书送来几份水产分析报告, 这是最近几年, 咱们公司投资水产行业的分析报告, 我让你下班前把它们分析并且统计出来, 做不到就给我直接滚蛋。 吕晨把报告拍在我桌面上, 没想到这小子直接让我做行业分析, 这是拥有五年以上投资经验的分析师的公司, 我一个实习生拿懂这些, 不过好在大一时, 我在老爸公司实习干过这种活, 现在勉强能够胜任, 我打开文件快速阅览一遍。 迅速做出分析, 从中午九点, 一直忙到下午五点才终于做完, 打印后交给吕晨, 我做好了, 该下班了。 说完, 我不给吕晨反驳机会, 转身就走, 没成想吕晨看都没看我的分析报告, 直接呵斥我道, 站住, 分析的什么狗屁玩意儿, 给我拿回去重做, 今天做不完, 别想下班。 办公室内, 灯火通明, 同事们都在忙着工作, 每一个人下班, 内卷严重, 我没这么勤奋, 卷不动, 在毕业前, 我就经常跟同学们说, 老子是洗衣机里的一卷纸, 把我卷烂了, 谁都别想着好过。 没想到我这么倒霉, 实习的公司一堆卷王, 更倒霉的是, 我竟然还遇上了一个傻逼领导, 听到吕晨这话, 我不急不躁, 双眸中平静无波, 因为我早有准备, 直接面无表情地回对他, 吕总, 请问哪里有问题, 麻烦你指出来。 吕晨冷笑道, 说你是白痴, 你还真是个白痴, 你投资总结写得像是狗屎一样, 还用我指出来吗, 全片都是垃圾, 拿回去赶紧重做。 抱歉, 我才不惯着他, 你让我一个实习生, 去做需要拥有五年经验的分析师经验, 才能做出来的工作, 我做得不好很正常。 没有师傅带, 全靠我自己, 能够做成这样, 已经很了不起了, 如果你没有别的意见, 那好, 拜拜, 咱们明天见。 我潇洒地转身离开公司, 就听身后再次传来垃圾桶被踢飞的声音, 以及吕晨暴跳如雷的怒骂声, 这小子已经惹怒我了, 迟早我要救助他, 狠揍一顿。 在我离开公司的时候, 我眼角余光扫道徐子清, 他还在埋头工作, 像是完全没注意到吕晨的吵闹, 我觉得有些悲哀, 毕业前多么活泼的一个姑娘, 居然在毕业后变成了没有灵魂的工作机器。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,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, 我在公司内的生活一片太平, 旅程也只是偶然才回来找我麻烦。